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贝兰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呢 我们要说几个事情 都是跟这个外交相关的 第一个呢 习总呢跟埃及的总统见面 还有跟这个巴勒斯坦的总统阿巴斯见面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外交的活动 等会我们会来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意义是什么 第二个呢是美国主管印太 主管中国事务的这个坎贝尔 在那集外来说战狼外交已经失败了 中国要和美国主动缓和了 这种话让我听起来是真的想吐 因为中国从来没有主动给美国打过一次电话 所谓的习败会也是美国搞的 是美国来协调的 是美国来安排的 所谓的中美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会晤 中美的苏黎世 中美罗马的会晤 中美领导人的电话沟通 全是美国来主动提的 根本就不是我们来提的 那么现在呢 结合这个外部跟内部啊 这个我们要讲要详细一点 稍微详细 就是精简的情况之下还是要详细一点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中国的这个防控 包括所谓网上这种暴论 我觉得也有点多 所以我们一点点来讲 好吧 第一个 埃及总统 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埃及总统赛西 当地时间12月8日下午 在利亚德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中国在涉港 涉港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坚决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塞西会见中表示 埃方很高兴有中国这样伟大的朋友 缺带 同中方进一步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推动埃中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中方在港 江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坚定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埃方愿同中方持续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 欢迎中方积极参与埃及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敞开大门 欢迎中国企业赴埃投资合作 希望继续加强两国疫苗研发合作 感谢中方为沙姆沙伊赫气候变化大会成为 成功发挥的重要积极作用 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合作 现在即将召开的首届阿中峰会 开启阿中关系新时代 然后习近平又跟阿巴斯见面 阿巴斯是巴拉斯坦的总统 跟阿巴斯见面也是 也是谈到了 就坚定支持阿拉伯的正义事业 那么我们这样子弄 当然了有一个嘉南他肯定是很不爽的 对吧 嘉南呢 大家要要明白啊 有有就我看有的人说啊 什么11月几号 搞了一场所谓的代号 奥米嘎的啊 致死率达到80%的这个病毒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演习 提高的提高到最高级别啊 然后呢 有有然后呢 也是对中国这个清零政策的 所谓的松绑啊 进行大规模攻击 认为现在呢 不属于是这个动态清零了 呃 我认为网络上这种暴论啊 和这种极端的阴谋论啊 我是个人认为 这个有点跑偏了啊 为了吸引眼球 已经是这个啊 无所不用其极了啊 对吧 像这样的这种 这样的这种暴论太多 那么大家要知道 中国在跟伊斯兰世界 团结整个伊斯兰世界啊 包括之前跟印尼啊 包括这个马来西亚啊 他的这个新的首相安华啊 对华的这个表达的这种敬意 和印尼所表达出来的这种敬意啊 包括现在在这个中东啊 因为伊斯兰 要利用伊斯兰天然的啊 跟可萨的这种敌对啊 团结起来啊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点啊 也告诉敌人 现在这些国家由中国来支持了 中国支持伊斯兰世界啊 对吧 你们也不要轻举妄动 在中东 我个人认为啊 现在的只是一个开始 下一步 对吧 我们也要选一个中东国家 在那里啊 搞这个军事基地嘛 我觉得伊朗就很好嘛 就是在伊朗搞这个军事基地 美国在卡塔尔 我们在伊朗 跟他隔了这个波斯湾 大家大家就是相互打照面 对吧 反正 有一点很重要 我们不能只是在印太地区 跟美军在这里搞啊搞 在中东地区 也要跟军事基地 跟美军搞啊搞 伊朗这个贾斯克 这个地方啊 如果说能让我们搞军事基地的话 我们就要在这里搞 对吧 战机 电战部队 乱这些地面部队 全都要有 让这个美国 知道 我们咱们的厉害 同样的 这个 为什么也要说到防控这个事情呢 啊 迦南 现在啊 就要给他 告诉他一件事情 就是 像这个沙特这些国家 啊 之前 有向 他去这个 啊 要去跟他搞关系的 这样一种局面 特别是在特朗普时代 啊 他那个女婿什么 库什纳 啊 跟这个沙特 跟这个阿联酋啊 卡塔尔啊 都建立了所谓这个外交关系 啊 巴林都建立了外交关系 当时沙特啊 都听说有所动摇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卡塔尔这个油气资源 大家要知道 本身呢 是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包括啊 以色列 以色列发射这个 Dalila 小型战术核武 把这个 呃 黎巴林的贝鲁特港 给他 给他爆掉 也是由于这个油气的这些问题啊 本身呢 卡塔尔这边呢 帕尔斯油气田 相当重要 他要 他但是呢 从这里来采气 他要 他们要做这个管道 做这个 做这个管道 但是你必须要走这个沙特 到达埃及 跟以色列那一边啊 两边就是分出来两根管道 他们有这个计划的 那么 以色列他就要变成什么 一个能源的一个输出大国 啊 这边呢 你看这些油气都从 从他这里来来中转 他就开始来调配 埃及呢 又可以有这个 呃 液化天然气的这个项目 从这儿 直接向欧洲走 因为呢 你如果说走船的话 他们会经经过两个威胁 一个是 索马里海盗 第二个 就是伊朗 啊 所以说他们要走这个管道 所以当时呢 差一点就松动了 但是中国呢 看到 看出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现在呢 马上你看没有 看到没有 跟埃及要谈 对吧 就是说 你埃及 啊 就是作为我的一个一带一路的 啊 一个 这个非洲跟亚洲的一个交汇点 集散中心 啊 来弥补他的这个原先这种损失 因为啊 可萨人 迦南 他们 想这些鬼主义啊 就是认为说 哎 俄罗斯里面打了 对吧 你看现在俄罗斯对欧洲攻气很难 那就卡塔尔来攻气吧 啊 所以说你看到没有 中国跟卡塔尔签署27年的协议 我他妈全给你包了 我中国全要 我全部吃尽 可以吗 哎 因为我们不会嫌天然气多的啊 之前你看德国的总理到这里来 他们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建这条管道 大家大家大家懂吗 要建这条管道啊 现在呢 就 隔屁了 被中国中国给整的 包括俄罗斯整的都给 主要是中国的力量啊 那么 等于说就是要跟这个阿拉伯国家 怎么来整合你们 你们呢 太分散了 你们呢 总是啊 被他给这个给挑拨离间各自为战了 我过来 你们 我过来 第一个啊 他们现在西方的这种媒体啊 没西方媒体都是可萨人操纵的啊 我跟我讲 他说的是啥 他说哎 中国跟伊朗是传统的这种这种盟友关系啊 跟沙特呢 啊 怎么样去来搞这种关系 中国很明确 就是你什叶派跟你虚拟派 你们他妈的别搞 你们都是到卖家麦迪娜去朝圣的 你们搞什么 对吧 沙特也从来没有禁止过什叶派穆斯林到卖家来朝圣 那你们没有什么好争的 至少说你们的矛盾暂时性放一放 谁才是你们的敌人 这一点你们要搞清楚 所以说你看哎 包括跟什么苏丹埃及啊 这些都来都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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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啊 包括为什么跟巴勒斯坦啊 都是优先级来谈 就是这个道理啊 埃及就是说你小子啊 埃及是最容易动摇的 当年最早在中东跟可萨去建交的就是埃及 那现在你又为了这个利益啊 你又之前你连他妈的离巴嫩都可以出卖啊 巴勒斯坦都可以出卖啊 那你就这样 我让你做一带一路的计算中心啊 你别这个 跟我有别的想法 跟沙特也是 你现在我中国跟你来发展关系 我我我们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沙特是中国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 这个文章里也讲得很清楚 既然是优先方向 我就是因为沙特现在面临的伊朗跟土耳其的挑战 但其实伊朗的 他是属于实业派 这就是两回事 那面对逊尼派的挑战 主要的就是土耳其 所以中国就是说我称你 我只要有你 有我来称你 你就继可以当老大 可以当中东的老大 然后所以你看沙特他很实时务 马上就把所有北非中东的国家都召集到这里来 阿拉伯国家啊 全部召集过来跟中国来开会 海河会也是跟中国来来搞 所以说美国为啥会高度紧张 极端的紧张 因为这是在在搞他老本 也是在搞他们老巢啊 所以我一直都讲 我中国要在这个地方 要给加南很大的压力 没错 那么第二个 加南 他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这种 Omega这个演习 我不知道是 他会这样子去说吗 我觉得这个倒不一定 但是呢 我个人感觉 我们现在没有放开 为什么 老兵说得很清楚了 敌人是谁 你现在要搞定中国的敌人是谁 中国的敌人 我们是洋脊 对吧 那伙他们是英脊 那他就认为说 我别的文明都被我给控制 你当然要找一定要去看这些 古老上古的这种东西 你都能知道 从人类 从到了有部落 有政治开始以来 从新世纪时代 走向了这种封建 部落这种状态的时候 他妈的就有 已经有政治了 已经有族群的这种隔阂了 所以说 他现在认为说 他在这个地方 吃住了埃及文明 又吃住了美索不达米亚 对吧 然后印度成为他们的阿三 就是开门的 玛雅那边又是用毒品 把他们给搞得给禁锢住了 对吧 但是有那边有一个叫萨帕塔解放军 萨帕塔就在 这个威迪玛拉跟墨西哥那边 有一只他们是全属于玛雅人 但他们现在正有这么一个 一个地儿 需要你中国到将来 你跟中美洲发展关系 说把它搞起来 这个是后话 以后再说 那现在唯一让他们觉得威胁更 最大的就是 资源系文明之一的这个中国 所以说呢 那个玩意儿 我跟各位讲 核酸检测的最大的 专利的获得者是谁 是罗斯查德的家族 罗斯查德的家族是 可萨人 对吧 好 那他现在 以色列搞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演习 我个人感觉 这种 这种实验室里面的那种东西 我们现在呢 并没有说完全放开 网上这种暴论是不对的 再加上现在呢 西方他们呢 又利用这种暴论 不可见 背后有这个推手在这里推 说中国防疫失败了 躺平了 但是我说过 你很多人都是在家里面 和单位里面 两点一线的 要么就是接个小孩 三个点 你不像老兵这样子 到处在东北边境走 在北部 中蒙边境那边走 在新疆那个边境 我也走过 对吧 现在在西南这个边境 老兵就告诉你 他这里的防控 还是很严格的 边境管控是相当相当严格的 而且 我这里的网友 还有这种动植物的 观察候鸟的 和这些境外生物的 全都是一级战备 严密监控的 因为他又通过 猴鸟来投毒 对吧 我们就是在观控 就是说在这里监测 对他们这些棋地 进行严密监控 进行这个样本的提取 非常的严格的 这不是跟你跟他 开玩笑的 这些事情都属于是 对吧 三房 就解放军三房 部队来做的 你可想而知 这个东西就放开了吗 放啥开 核酸不是不做 核酸还是要做的 对于高风景地区 都是要做的 学校里医疗机构 都是要做的 谁跟你讲放空了 边境 什么叫做放开 像日本跟韩国那样 哎呀你们可以来旅游了 他妈进来 只要有疫苗护照 进来就完事了 这个叫放开 还有一个叫放开什么 就是现在网上 有一种论调 就是说 中国的放开是 现在还没有正常放开 放开就是 国外的疫苗引进过来 最危险的就是 不能够引进 这些国外这些疫苗 因为他们在那里调配 你怎么知道 他们往里面 放的是什么东西 再说了 中国疫苗也不烂 中国疫苗 还是不错的 大家懂吧 谁跟你讲西方的疫苗 西方的疫苗 他们自己人都 都是他妈的讨厌的要死 有多少人打他 有副作用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东西 生物安全 不可能给你来乱 不可能给你放开 你中国 要讲这种暴论的 或者是推开 要给他 引进国外的这种东西 你他妈就想到 不要想 一剂不成又剩一剂 当时他妈引进特效药 中国没有怎么用 马上就核酸 他妈开始造假了 现在核酸不让搞了 要说 要他妈引进这个东西了 中国这些医疗 医药公司 他妈也好好的给整顿 整顿整顿 里面大量的都是 他妈有西方的代理人 在他妈中国 所以这一点 我们要发挥 社会主义的这个特色 真的 有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 医疗这个东西 也得是 这儿八经的 要给他整顿整顿了 尤其这些私人医院 你中国那些普天奇的私人医院 哪个他妈不是骗子 哪个不是他妈坑子 是不是 哪个不是他在来骗钱财的 还有那些什么医疗 什么什么 是检测这个机构 都是些什么人 中国现在有些检测核酸的 都是些什么人 那个地方 妈狗儿也 穿上那个衣服 变成神圣的大白了 会让人觉得反感 所以说呢 国家没有放开 国家也在布局 也要给他们压力了 干到他们家门口了 干到家来的家门口了 大家懂吗 那么最后再说一点 这个美国的经济 呃 美国的所谓的这个亚太 什么沙皇 圈里妈屁的名字 难听的样子 什么沙皇不沙皇的 你看他那个 你看他长的那个那个样 啊 像不像什么沙皇 白宫官员 战狼外交失败 中国寻求与美国稳定关系 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员 坎贝尔表示 这位坎贝尔 我看他这个长相 他妈的 有点像可萨的 中国近年来 强势的外交 适得其反 所以中国经济放缓 以及政府试图 放松对疫情的严格限制 北京现在正寻求与美国 建立更可预测的关系 据彭博社报道 坎贝尔周四 在华盛顿的 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 中国多多逼的 战狼外交 显然没有成功 他说 中国同时向许多国家 发起挑战 无论是尖格猪岛 尖格列岛周围的日本水域 与印度边境地区 相关地区 还是暗示 中国可能更具野性的其他行为 坎贝尔说 我能为他们认识到 这是很多方面 适得其反 他也表示 华盛顿和北京 希望稳定关系 尤其是两国军队在 亚洲近距离操作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北京和华盛顿之间 有更大程度的 可预测性和项目沟通 中国现在最不需要的 就是与美国建立公开的敌对关系 他们想要一定程度的 可预测性和永稳定性 我们也在寻求这一点 坎贝尔谈到 很明显 习近平在中国二十大上 脱颜而出后 在中国拥有的 非常重要的存在和地位 坎贝尔还表示 中国近年来 采取了更具亲自性的行为 鼓励的未来 会更加建立模糊的 国家与美国进行 更深入的接触 而且中国在世界范围内 投射软实力的能力 已经受到损害 他说 中国在疫情大流行期间 主要城市和共产 反复被封锁 受到严重打击 经济发展放缓 导致中国正面临 巨大的国内挑战 当面问及 中国放宽的新冠限制 将如何在政治 或经济上改变中国时 坎贝尔表示 美国官员已与中国接触 以解决这些问题 白宫人高度观众局势的发展 这个家伙 他一点实力 他一点能力都没有 这个坎贝尔 他没有什么能力 为什么这样讲 中国跟太平洋岛国的 安全合作 他都搞不定 你认为他有啥能力 中国在跟太平洋岛国 发展关系 他都不知道 你认为他有什么能力 这个人只会在那个地方 胡说八道 什么叫中国跟你改善 什么叫战狼外交失败 跟很多国家敌对 我们要搞清楚一点 没有那么多国家 而只有一个公司 一个可萨尔能建立的大公司 我们在跟这个大公司对抗 而不是所谓这么多国家 这一点要搞清楚 所以这家伙 是你要跟我们来建立沟通机制 是你那些美国的将军 是你白宫要来跟我们建立沟通机制 不是我们要跟你建立沟通机制 因为我们潜艇上浮 打开盖子 让你很恐慌 所以说不要本末倒置 这就是这些人 睁个眼睛说下话 在那里胡说八道 是吧 好吧 谢谢各位知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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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